我们看一下你们写在黑板的第五十体的部分 那五十体的话呢 这边说了某一个台风来到台湾附近 那这里他给的图的话 说的是入境图 因为他用实线 实线通常代表是已发生 如果用虚线通常代表是预测 然后呢 他说了这有七月三十的零点的时候该位置 或者七月三十一的零点的该位置 然后呢五十体到底在问什么呢 他说呢七月三十到三十一通过台湾的过程 宜兰外海的部分到底怎么了 通常宜兰在这里外海在问这附近哦 我画一个信心好了 我信心怎么画不出来 有时候会有点lag 好那现在的问题叫做风向到底怎么变 第一件事情台风低压 低压如何了 蓝半球还是北半球呢 现在台湾爱恋的北半球 北半球的第一压 逆时钟 旋路 这字很丑因为我用滑鼠在写字 哦你看我的逆都已经快不行了 OK逆时钟旋路 那我说我的风要怎么办 七月三十到三十一 那反正这几颗我就挑了模几颗 然后等一下画一下大概的风向 那譬如说我现在先画在A位置好了 然后呢我们的这一个 宜兰外海的风怎么了 请画圆圈圈霸风圈 画很多圈吗 只要一圈 哪一圈 以A位置 因为我现在以它为例哦 A位置 为什么它都没有跑出来 哎呦 A位置一直到这个外海这里 我做圆圈圈 有感觉吧 把它视为暴风圈哦 历时钟旋路 风 所以 画了呢 就过去 有feu吧 所以你要慢慢画 然后因为它要问过程 所以得慢慢去找一下风大概怎么样 好吗 来再来咯 因为它等于在问 30到30 所以我再抓一颗 好刚我画了这颗 这颗 这颗 这颗当作V点 我滑鼠一直动耶 它为什么不写出来给我 它真的有lag 那个还蛮严重的 好啦 来我的V 然后呢 我再画第二个虎咯 第二个虎 所以以这个为半径 第二个虎 大概这个样子 可以接受吧 大概嘛 如果你有圆归零 画会比较准一点 我现在用滑鼠一定超不准的 好啦大概呢 也是东南 但是有没有感觉 偏东的分量越来越多了 有feu吧 偏东的分量变多了 所以呢至少的话呢 东风 东南风 偏东的分量多 诶 那刚才这个偏西就可以拿掉了 这东北可以拿掉了 这个西南 如果你说画不准 然后自己再感受一下 没关系 它的头尾 一个西南 一个东南 我们继续画 来所以呢 如果说台风 跑来这里了 我画很 我滑鼠已经动了很多下 它怎么还没有红的出现 有了 来西点 你说怎么了 我继续画 以它为半径 画圆圈圈 糟糕了 我圆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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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说这圆圈圈 我现在感觉起来 也是东南风 好没关系 有个问题 7月30到31 我刚刚画了这个点 这是7月31的哪时候 7月31的零点 意思 我刚刚的西点 快靠近7月31的凌晨零点 但是题目问的是7月30到31 意思我能不能再把我的台风中心画过来这一端 可以啊 你可以继续画画看 你可以继续画画看 意思 如果我继续画 我大概画了 如果在西点 西点的虎大概长这个样子 有感觉吧 我如果西点的虎大概长这样子 有西南风的感觉吧 如果我的那个 在画刚才这个7月31的可能凌晨三点吧 我猜 在一个点 也许我就要组点 我没有要再画虎了 不然会虎掉了 然后应该也是西南风吧 有感觉我慢慢再画 那个台风在不同的位置 先画虎 然后再去画风 怎么了 有Fu吧 所以呢 才能够得到呢 但应该是B比较接近 会比那个猪来的好 可以接受吧 我关咯